据台媒报道 台北市邻地院刑事庭法官李昭然 12号坠楼身亡 并留下一言我太累了 引发民众对于法官过劳议题的关注 中国国民党亲民代徐宇珍表示 看到法官坠楼事件令人痛心 呼吁民进党当局 未来提名司法机构负责人人选时 不要以政治安排作为考量 救护车十万火急赶到现场 但坠楼人员最终宣告不治 坠楼法官就是他 台北市邻地方法院刑事庭法官李昭然 12号凌晨在宿舍坠楼身亡 年仅38岁 生前曾留下一言我太累了 经过警方相验后排除外里介入 据悉在事发之前 李昭然曾给亲子传讯息 诉说办案压力大 虽然案情详细原因仍要厘清 却也让法官工作负担议题再次引发关注 台法官协会发出声明 呼吁台司法机构提出具体措施 减轻法官工作负贺 并建议从限量分案 放宽管考等方向进行 大家都承受很大的压力 把重要的事情交给法官 而不要减轻他一些不必要的护核 中国国民党集民代 徐宇珍表示 看到离法官坠楼事件令人痛心 从台北设定地方法院的承揽案件来看 平均每位法官一年要审2420件 压力之大 可想而知 徐宇珍指出 台湾司法机构多年来未解决法官过劳问题 因此才让悲剧一再发生 他呼吁 民进党当局提名台司法机构负责人人选时 不要以政治安排作为考量 应该找一位懂得法官辛劳的人来进行改革